大家好 我是杜廷豪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红烧炖猪腩肉 这个猪腩肉这道菜呢 我是上youtube看龙雪 在一个龙力新型的show 教大家做这个炖猪腩肉 他说很棒 吃完之后整对crew都说可以吃到三碗饭 我之前做过的都不错 出来效果很好 五花腩炖得很软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事不宜切 洗干净一点五花腩 处理方法就是我会解冻 然后加少许盐 可以自己慢慢解冻就可以了 然后切成一块块 切的时候大小不要太小 大一点 因为五花腩肉会缩细 所以要大一点 林雪也讲解过去 他用三个最重要的材料 其中一个就是酒 豉油 和糖 俗称做三杯鸡的做法 不少的就是要有蒜头 姜 和一粒八角 等一会我都会拿一些老抽来上色 材料就这么简单 事不宜切 开始 看多一次 五花腩也不是太小粒 这个五花腩很漂亮 一般来说我看到五层 一二三四五六 这里有六层到七层 这个就漂亮了 五花腩 好 首先现在着火 先烧红锅 然后倒些油进去 然后我的做法就是 让油加糖 四五斤左右 四五斤左右 然后就煮一煮糖 煮到糖会变色的 会变得好像啡啡的 这样就可以了 同一时间 加两片姜 同一时间 加两片姜 是不是好吃的 焦糖 有什么感觉 好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 放下五花腩肉 兜兜它 放下五花腩肉 兜兜它 不知道 放下五花腩肉 可以把油成的 放下五花腩肉 再合热 這個感覺完美了 就可以加點酒 然後立刻焗一焗 炆一炆 五花腩就是這樣 煎一煎 炆一炆 焗一焗 出來就很棒 然後準備好醬油 同樣的份量 又是半碗 差不多 準備好糖 大概炆一炆 多放一分鐘 讓它吸一吸酒的味道 在這個時候 就下醬油了 八角 姜 和蒜頭 把蒜頭攪拌一攪拌均勻 把蒜頭攪拌 加入水 加入一碗 把蒜頭攪拌 現在把蒜頭攪拌 這個過程大概是八分鐘左右 我一直在用大火 等蒜頭攪拌至中火 蒜頭攪拌至差不多 也可以加入冰糖或片糖 如果沒有的話 就加入白砂糖也可以 滾起了 繼續焗,調回中火 可以煮炭 煮炭大約八至十分鐘 豬肉和五花腩的味道 用筷子攪拌一攪拌 看看能否攪拌 攪拌就可以了 視乎你想要到軟度 有些人喜歡吃軟 你就攪拌久一點 現在我再加一些糖 老抽 上一上色 等它 等它的色更好 再攪拌一攪拌 這個時候再攪拌一攪拌 多放幾分鐘 多放五分鐘 然後就收汁了 其實這個汁呢 都收得七七八八了 這個醬汁還不夠稠 我想稠一點 你放在這裡 開個大火 但要看著 因為這個醬汁呢 會收得很稠 會黏底的 但是我覺得OK了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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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歡 也可以試一試 這個我就叫做 林雪五花蘭